現點現炸的排骨能不好吃嗎 想吃帶點耐心過來買喔 大家好又到了大家來吃便當的時間 今天帶大家來到台中北區這家有名的排隊店 石蜜園 到這家店可能很多台中的老屁股都知道 它跟台中排骨的天花板 基本上是西廚同源 不然就是同業模仿 整基本上性質是一樣的 只是價位比較沒有那麼高 而餐點吃起來 如果照我個人的感覺是 他們吃不一樣的東西 好一陣子沒有吃這家的餐點了 那今天就買個排骨便當回家吃吧 現在排骨已經來到一個115元 不過11月25號以後 每個就變120元了 總之買便當勤帶耐心來 現場大概等了20分鐘左右 終於拿到我的餐點了 其實他們家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是雞腿便當 不過我不喜歡他們家雞腿炸起來的麵衣 所以今天買的是排骨 整個便當拿起來是沉澱店 份量是一定煮的 一個主菜以及兩樣小菜 如果說它跟炒蛋飯系出同源呢 看到這個黑黑的小菜就可以證明了 配菜是怎麼店家會幫你配合 不會都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看這一塊排骨了 因為現點限炸所以出餐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這裡請注意 如果你拿到的號碼牌 現場不一定靠序號在出餐 取餐至於現場工作員也較好為主喔 因為麵衣的成分跟比例 所以這一塊排骨不管是熱熱的吃還是熱的吃 它都一樣保持酥脆狀態 靠好起鍋油份完全立乾 所以吃起來完全不油膩 口感方面是走乾香的路線 所以肉排本身並不會帶任何的止水 雖然吃起來比較香 但是口感稍微乾了也是遺憾 副餐可以選湯或者是多多 沒想到當華湯裡面還有雞肉塊呢